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我的话我可能会难过 可能会就是伤心 但是现在这么久了 我已经可能对一些 比如说一些人造谣呀 或者说他编造一些不好的事情呀 或者说就是故意伤害我 我都习惯了 因为这个社会上总有人 他的心态和正常的不一样 但是这是他父母给他带来的 我无法去改变他 所以叶总他就说的 他说你有多少人喜欢你就会有多少人想发设法的谈一礼物 他说你只用做好自己 就是那些人做坏事 他就是给自己总恶果 总恶果总有一天他肯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所以我们一定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做好自己 所以我也不会去伤害别人 别人伤害我的话 别人伤害我的话 我也觉得那是他的选择 那也给他自己 给自己就是照一些事 是不是 欢迎直播间的家人们 谢谢关注 对 有黑粉正常 习惯了都 不用搭理似的 他说黑粉的话 他再怎么说 我们也是正常的 一天一日三餐 一样的吃 还是要睡觉 还是有妈妈疼爱 对不对 还有这么多家人 还有一群爱我们的安心粉 还有娘家人 还有我的妈妈 还有这么好体贴 这么温柔 这么好的叶先生 对不对 我不能因为一个黑粉 然后我就自暴自欺 然后我就很堕落 然后我就放弃生活 那只能说明我太脆弱了 所以的话 包括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 我相信每一位人 你们在现实中也会遇到很多人 就是故意伤害你们呀 或者说给你们带来添麻烦呀 或者说在外面说你什么呀 那些你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你人活这一辈子 真的 你这几十年你做不到像人民币一样的 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所以的话 如果你要去把你的关注点放在那些给你添麻烦 给你带来不开心的 那你的母亲生你呀 你为一些不值得的人 伤害自己的身体 累好自己的话 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的话 心态真的很重要 心态很重要 格局决定一切 我也觉得那些心态不好 他一辈子他都是 活得很累的 欢迎这个阿姨 好久不近 今天直播两次 对呀 我晚上就是 我现在很无聊 然后我就陪你们聊聊天 你头发剪了吗 是的 我剪了一点 家人们 你们看 就是剪了 看到没有 就只有这一点了 吉尼 你现在会说话了 我就是 我也不是会说话直播间的家人们 就是 可能 嗯 和谁在一起 就会感染到你吧 因为我和安安在一起 平时他会给我说一些关于心 就是 自己类型的一些活动 心理活动那些 所以的话 我觉得自己还是成长的挺多的 家人们 对 我希望直播间的每一位姐姐和阿姨 包括现实中 我爱我的朋友 和我爱的朋友 和我 我的身边的朋友 我希望大家都平安 我希望大家家庭都和睦 真的 我们在一个地球里面 我们要 嗯 没有 不要把 就是自己搞得太累了 大家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呵呵 所以很多 包括直播间 很多姐姐和阿姨 就说 我心态太太和了 很多黑粉说 然后 你也 嗯 就是很淡定 不是我淡定 是我现在 就是可能 怎么说呢 家人们 你们看这个是谁呀 今天好久没有看到你直播了 这个阿姨 我直播 我 我都今天播了呀 你进城就代表你有钱 这个人 你说的 你眼里 你眼里可能只有现实吧 我跟你说 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个世界上 人外有人 身外有身 别人的东西永远是别人的 就算 包括你 可能你们有的家庭 有的家庭 你们家里给你们很多东西 说实话 这些都不是你的 我们每一个人 别人再怎么优秀 别人再怎么好 别人哪怕家里面再有什么东西 都和你没关系 哪怕你自己觉得你和别人关系很好 因为这是别人努力得待的 天上不会掉蟹饼 你没听我们的老大说过吗 天上不会掉蟹饼的家人们不是 所以的话 我们要不管别人的东西 你不能去盯着 你也不能说是你的 我们生来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真正的 所以的话 很多 有那些人就说很难听 说我现在来成立 这时是环境变了 环境变了 家人们 但是我还是不忘初心 就是还是要努力 因为我也想努力靠自己 我的 你看我妈妈 对不对 我还要照顾我的母亲 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能靠自己的努力 能够在这个乐山 我有一个房子 然后就是让我妈妈呆着觉得 这是女儿 女儿 女儿靠 女儿的 就是家这种感觉 那我真的 家人们就是 所以很多时候 真的各种声音会让人 各种评论 各种声音 真的 所以的话 我觉得互联网时代 真的 我们心态真的是很重要的 谢谢关注啊 对 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的妈妈她吃了很多苦的 我的母亲 我家里 我也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很平凡家庭的孩子 我们家里 包括我的爷爷奶奶 我舅舅 我家里 我姨妈她们现在都在农村 但是我觉得 农村没有什么 她们都很朴实 很善良 说实话 我家里的人 大家关注我们久的 都见过我家的人 他们长得什么样 包括面相里面也看得出来 对不对 所以的话 就是 怎么说呢 我也可能 我也真的就是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 然后也没有什么背景 所以很多时候 就会有一些 就是 怎么说呢 我也在一个成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也会受到很多打击的 说实话 嗯 但是我有一群 很多爱我的姐姐和阿姨 一直都在默默背后支持着我 包括 这个 平台 然后也是很支持我 我觉得我真的 现在就是挺幸福的 我觉得我应该 不忘初心 更加努力 我要加倍努力 才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一些 就是 一直以来的关注 对不对 然后我从小 我妈妈她也希望 就是 怎么说呢 她其实也挺心疼我的 我妈妈给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 她就是说 她说 我妈妈是一个 她也是很善良 她就会 很多时候她就会很自责 她说 你看童年的人都在 享受生活的时候 她说 你的话就是 承受了很多 我十五十六岁 我就开始独立了 一群 爱我的礼物 真的 家人 我不知道以后 五年 十年后 你们会不会关注我 但是我永远都会记得 你们陪伴我的这些日子 我也不会忘记 哪怕以后 五年后 这个网络还在 有可能有的姐姐和阿姨 已经没有关注我了 已经可能 不喜欢玩网络了 但是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陪伴和一直默默的支持 因为我刚开始从哪里来到现在 我其实很大部分你们支持着 我给了我很多勇气 说实话 一直支持 谢谢啊 哇 公平上 全部都在打 哇塞 谢谢啊 感谢家人们 谢谢安兴奋的陪伴 永远支持 谢谢 感谢 感谢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 真的 我觉得你们教会了我很多 虽然我很多时候和我的母亲 我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但是我感觉在你们的面前 有的时候你们像我的朋友一样 有的时候像我的姐姐一样 有的时候像我的妈妈一样 所以的话我就觉得你们可能 就是我的喜怒哀乐 你们都在分享 你看 就像我上一次给你们写的信封一样 我说我哭 你们就跟着我哭 我笑 你们就跟着我笑 嗯 这么久了 真的 你们也是把我放在心上 隔着屏幕 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在这样看我 哎呀 这小几年 哎 懂事了 真的 谢谢家人们的陪伴 我今天能够成长成这个样子 也离不开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 真的 我们还要看到你结婚生子 我们还要看到你结婚生子 谢谢啊 一定会的啊 家人们 永远关注你 永远会支持 最近的话 因为我在陪我的妈妈 我妈妈她腰杆不怎么舒服 腰杆 普通话是不是腰杆呀 就是腰不怎么舒服 我妈妈 她以前给我哥哥捐过骨髓 然后的话 打过腰窗 这腰的两边 打了两个洞 然后把骨髓给抽出来 捐赠给我的哥哥做手术 所以的话 我的妈妈现在腰室 随时 就是有点不舒服 所以这两三天 四天了 我都在陪着我妈妈 我陪她在医院 就是做一些检查 或者陪她就是治疗 所以的话 家人们 这几天没有给你们直播 都让你们担心了 不好意思 真的抱歉 包括没有回到信息 包括没有回复到你们的私信呀 或者没有回复到你们的信息的 希望家人们理解一下 真的 因为这几天 我真的我都没时间玩手机 我每天早上七点半 我就要就是去医院 然后我就陪我妈妈去抽血 打CT 然后找医生 然后就这种 因为我妈妈她不认识 所以的话 我就要陪她去医院 我妈妈她也没有工作 也没有什么 她很多东西她都不知道 所以她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上的年纪都是真的都会像小孩一样 所以的话我就不管怎么样 我前两天我都请假 我都陪我妈妈都在医院走 你妈妈怎么了 她没有怎么 就是因为我妈妈之前 给我哥哥捐骨 骨 骨髓 就是骨髓呀 你们 就是打腰窗 就是腰窗 后面这么打两个洞 然后把里面的骨髓给抽出来 知道吗 然后就 给我哥哥做手术 所以我就给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说过 我说你们平时一定要开心 真的 嗯 你们 一定就是不要 让自己不开心 因为很多姐姐和 有的阿姨可能年龄和我妈妈一样 医生都叫我的妈妈 心态要调整好 因为 她经历了很多 有的事情我都 不想在直播间说 我也很少说这些 但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然后你们不开心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看我直播 因为我一般直播 很多阿姨说 哎 今年每天看到你的笑容 就觉得一天的疲惫就没有了 我觉得 我听到这句话 我觉得天哪 我居然可以给阿姨们带来开心 我觉得给你们带来开心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不管几十年后我想着 这么多人关注我 让这么多人喜欢我 我是什么 我怎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呀 家人们 我就会想 哎 这么一群家人都关注我 我真的太幸福了 所以我平时直播 有的时候就嘻嘻哈哈的 谢谢啊 感谢关注 嗯 这个地方 有关注 今天怎么关注 就是这儿阿姨 姐姐 这个地方有个加号 看见没有 这个地方有个加号 这儿就是关注 然后 你点这个关注之后 下一次我开直播 你就会第一时间看到 家人们 对这个地方有个加号 你会第一时间看到我的直播 点个关注 你哥哥在哪里 我哥哥在我的心里 他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 守护我 只要有人伤害我 他就会站出来保护我 知道吗 他是隐身 他是在我的心里面 知道吧 只要有任何人伤害我 他都会在背后站着 守护着我 所以 所以 一般 就是 不要做黑粉 知道吗 他在 我 你们都看不见的地方 保护我 今天你唱首歌 我没有多的手机 因为叶总还没有到 我没有多的手机 有多的手机 我就直接给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 和你们聊天了 和你们唱歌了 直接给你们唱了 对 我们把小赞赞往上点一点 家人们 我们把小赞赞往上点一点 把小赞赞点到一百万 对 我们把小赞点到一百万 然后我们就 带我阿姨 他如果忙完了 回来 我就 有手机 我就给你们唱歌 小吉年你好懂事啊 我不懂事的话 这个家的话 可能都 熄火了 所以我是 就是 从小 环境的原因 嫁人 其实 如果你们 有孩子 或者孙女 不要让他很早 很早的懂事 很早的 就是 很懂事 其实 越懂事的孩子 越让你心疼 因为他经历了很多 家里面的折腾 包括 就是自己 摇摇晃晃 摇摇晃 晃晃的 这样长大 就是 他会 就是 在很多时候 在很多场合 包括 出社会在外面 他会在一些 很大气的场合 他会不敢说话 会 有点 不敢发言 会很难相信 就是 陌生人 就是会 很慢热 对每个人都很慢热 对每个人都很慢热 我刚刚开始认识 叶叶总安安的时候 嗯 我 其实 他来找我 我是 刚开始 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挺害怕的 然后 他每次来找我 我都会和他保持距离 包括 找我很久 嗯 我感觉他是想 刚开始我就觉得 他是个陌生人 然后 第二我就觉得 这个人 嗯 他可能想帮助我 他知道我的 一些经历 然后慢慢的 我感觉这个人有点喜欢我 然后我还是会 不敢靠近 到后来他想帮助我 给我找份工作 让我出来 家人们 我也是不敢出来 我会想很多 就会很慢热 但是现在 认识这么久了 我就会觉得 他就像我的亲人一样的 存在我的生命里 我希望他 他事事顺利 我希望他平安 希望他健康 希望他永远 就不会感冒呀 或者说 不舒服呀 或者说 工作上不顺利呀 这些 我就希望他 一切都顺利 知道吗 就是会 现在像家人一样 我就感觉 多一个亲人 多一个人 嗯 关心我 多一个人 爱我 他 我很多时候 嗯 他昨天他都说 你又没有觉得 我像你的妈妈 我说 为什么 这样 你们说为什么 叶总昨天 几年你 金明姐不回去吗 要呀 要回 这个 他昨天 他就给我说 他说 你又没有觉得 我像你的妈妈 我说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 因为我感觉 旅游的时候 像女儿一样 就是 你 你 总是让人 他说不放心 你一个人去哪里 我都不放心 我去个洗手间 他都不放心的那种 因为我们在外面餐厅 比如说吃饭呀 我去洗手间 他都会 叫他朋友 他说先等一会儿 我陪他去个洗手间 就是 他就觉得我 可能就是 怎么说呢 我说是的 你有的时候我也感觉 你像我的妈妈一样 我 我在乐上啊 家人们 嗯 他 我是真的 因为我不怎么 会去手机上 打滴滴那些嘛 然后每一次在哪里 他不管再怎么忙 他知道 比如说我要回去了 或者说我要出来 他一般都是 来 自己的 很贴心 是的 他真的就是 一般 去哪里都是 直接的 记忆